建立第二个学习集 第二个学习集我想让小朋友认识昆虫的英文单字 来那回到首页来就点选建立学习集 那点起来后当然这是考卷 考卷名称先打给他对不对 这叫昆虫的英文 切成中文 好描述就不打了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呢开始做了 第一个 我左边开始打 ant 那右边就要打 蚂蚁给他 那打完以后呢 ant是什么要改语系 第一个就先改 ant是英文 那右边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是中文 繁体 要不要加图片 要 点起来 这是他内建的 那要上传自己图片必须付费 所以我就把蚂蚁加进来 有图片看起来可爱多了 好 接下来再做第二题 B是什么呢 蜜蜂 布置贴上 点这里图片 前面再跟老师订阅一下 上传自己图片就需要付费 第三个呢 Battle Battle 是甲虫 Battle 就点这里 把甲虫放进来 接下来 Cricade 我也不太会念 西涮 就这样一直一直打这里 我就复制贴上 就可以把它打进来 西涮的图片呢 有没有 有 接下来 Fly是 苍蝇 恶心的苍蝇叫Fly 接下来呢 阴火中叫Firefly 再新增五个了 接下来新增单词卡 你可以出很多个 那老师自己看时间啦 这就是给小朋友练习 再出第七个 第七个呢 再学 Grasherber是炸萌 Grasherber看见了 Grasherber是炸萌 来我出七个就好了 做完以后呢 图片刚几个忘了家 苍蝇的图片 有 对不对 萤火虫的图片 有 那我萤火虫放这个可爱的 接下来 炸萌图片 Fly是炸萌 应该也有 好 点进来 那如果做完以后 这里没有储存啦 你就点建立就完成了 你直接点建立 这样就好了 这个就做完了 那他问你要放在哪个资料夹 我想放在我的这个 新增资料夹 一样是放在英文这里 点这个加就可以加进来了 那不给你加也没关系 那我们再加可以 所以我回到我首页来哦 回到Quiz的首页 我就做了个昆虫的英文单字 有七个语词 那老师看一下 这个是我刚做的第二个教材 第一个教材有五个 刚第一个教材老师 有些我忘了放图呢 就点进来啊 再把图片补给他 点进来修改 就是在这支笔 这支笔是做修改的 我就进到下面来了 我把图片补一补吧 Papaya是木瓜 有的图片可爱多了 那这个Strawberry是草莓一颗 那五个就好了 按完成 第一次叫建立 修改就叫完成 那再回到首页来吧 所以我做了两个 第二个教材就是昆虫的英文单字 第二个教材就是昆虫的英文单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